我现在来到了二环东路的陵墓金语店 那边是五阳稳田 咱先看看陵墓的 这边是济南陵墓 优异 这个是1月份上的 这几个颜色 价格不同 然后配置上其实是相同的 来 我考考你 这种最普通的多少钱 8980 这个呢 8980 这个有答案 这种 这个漆面又好看一些 这个是9300 这个也是9300 没问题 你通过面试了 明天来上班 这边是陵墓的UY UY一共是5个颜色 其实现在看来 我那时候选择的是蓝色的 但是估计大部分人选择的 都是这种白色的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蓝色好看 陵墓就得买蓝色 陵墓的这个百年版和普通版 它最大的区别 或者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哪呢 就在于它的这个轮胎 你像这种普通版本的 往程远轮胎 百年版的是腾森的半热容轮胎 所以说不管你是买什么样的车型 我觉得轮胎非常重要 关乎你的抓地力 关乎你是否能站住还是摔倒 灵墓小海豚 锐梦 锐梦 锐梦马上又要出他的兄弟车型了 那叫利梦 对吧 对 但是今天咱们专门看了一下 利梦和锐梦很有可能用的 还不是相同的发动机 这是利彩 利彩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 整个的这些陵墓的这个体系里 尤其是锦南陵墓里边 卖的最好的还是陵墓的UY UU UE 那边银杠 银杠的车感觉稍微 额头小一点 其实这个店还有一个好处 你从这买车 能立刻就从那里拍照 后边挂牌 让你合法上路 当天就可以 那不用等了 就在这里 这不是业务树里大厅吗 等都不用等 真方便 几克萨 裤道 后边那个SV650 那个我知道 大帽 和我这范儿配吧 650 也小点 我骑啥你都说小啊 这真小点 我骑它其实挺好 这个好看 大帽子就是感觉不一样 这是SV吧 零木的大帽 不管是豪爵零木在卖 还是几单零木在卖 感觉它的这个 一直没有上去 销量一直没有上去 高筋 这个叫啥呢 GK500 那时候试诈过一次的 好嘞 咱再到了那边的5200钱 去看一下 UY 不是 UY 我晕了 豪爵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当零木的UY 和豪爵的AF2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究竟会做什么选择呢 好多人这么问 其实在我看来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谁便宜我就选谁 关键看自己喜欢 一模一样喜欢啥 这个配置高 那个发动机好 你喜欢之后你买了不后悔 如果你听别人的建议 你买了 你就到处得说 看着我买的 我有问题 我就心里平衡 你自己买的 你自己选择的 你没有后悔 是吧 对 老婆说什么都对 咱进去看看 靠靠你知道这是啥吧 我要每天啪啪 这是单人骑行女士里边的最佳选择 她应该就和 其实她的这个市场的定位 应该和 AS120Q差不多 挺漂亮的小车 有个性 感觉这边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现在这个豪杰里边卖的最好 走量最多的 那还就得是AF215 据说一上午卖了 这是下午又来了十来台 上午卖了好几台 其实这个店里不光有豪杰 这个是一代新车 嘉育110 嘉育110里边这两个颜色里 我觉得这个要好看 这个是个高配了 越育110 看一下这里是带着无钥匙启动 三秒启停 马桶开关 这个高配比低配高了1000块钱 我觉得这1000块钱花的绝对值 如果说你觉得买 想买本田的小踏板 搭载着ESP发动机 有着三秒启停 卖充点火 那就它 锐域110 这个车你知道续航多少公里了 6.4升的油箱存储量 续航300公里 我还猜对了 你的牛啊 你是人才 这个NX12345 NX我也觉得还是蓝白搭配最好看 这边豪爵 AF2 零木GSX GSX应该是去年推出的颜色 是吧 这个白色的还是挺好看的 感觉光看蓝色的 黑色的 时间久了 觉得这个白蓝搭配挺不错 大洋宅宅 大洋宅宅是个最牛叉的车 你知道在哪儿吧 它的载货能力 老方你过来拍一下 这个空间 你如果说什么是外卖神车 那绝对是大洋宅宅 就这个空间 再加上前置的加油口 后边这个座板也能够打开 后边还能再绑点 这绝对是个载货小能手 前边一个巷子 后边一个巷子 一两个巷的面积 大洋宅宅其实上市时间挺长了 那时候18年的时候 也是国三升级了国四 价格小幅度上高之后 总之把这款车 你要是有载货需求 买它错不了 这个我在那个精品店 都没有见到的TR300 不过现在TR300 都是一个预定的这么一个状态 你要想买实际的买这款车 只能是交了定金之后 大概是到三四月份来骑车 这个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了 红宝 我以为它停了也没停 CAMES CAMES里边这个红色 你觉得好看吗 它这个颜色有点暗 可以 NC750 这是大洋ADV150 大洋ADV150里 你看一下后边的气瓶减震 氮气减震 到现在AMX都没有 下一步AMX升级 去年AMX升级了TC之后 等到今年有可能AMX升级的 就是气瓶减震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看国外的版本 YAMAHA AMX是有气瓶减震 这边USR 那是UCR UCR 其实我感觉这个位置 这个店的位置还相对来说是挺不错的 而且MED这个车型也种类上比较齐全 感觉有点逛那种摩托车世界的那种感觉 各个品牌的都有 这个地方是在济南东外环长途汽车东站的边上 对吧 那边就是进站口 如果你住在济南的东外环 推荐到这里来看一下 原因嘛 济南陵墓和豪爵陵墓 以及舞阳本田的小踏板都在这儿 两个店的老板虽然都姓朱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存在着竞争关系的 那么谁能够得实惠呢 是不是准备买车的你呢